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早上好 伊法早上好 那么接下来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元首就即将要会面了 一定是万众瞩目的 那么大家都在等待这一次的会面会达成一个怎样的共识 另外是有没有完成双方的诉求等等 想请问一下您 您会对这一次的习派会的成果如何来预判 那么之前其实我们看到二级市场方面 港股市出现过一次明显的拉升 当时就是猜测有可能是对于这个习派会的一个乐观预期提前反应 那么现在双方是真的要见面了 市场还能够因此获得明显的行情吗 您觉得 其实这一次习派会已经筹备比较长时间了 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就是官方从比较低层级的到不同的首长的一个会面 那综合目前的市场消息呢 会在美国的农产品 波音的科技生物医药 以及比如说中国方面的一些光伏产品 非科技类的商品的关税 以及比如说中美航班啊 这些经济议题呢 会取得进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二级市场 就是今天港股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都反映了 就是市场 其实呢 是对于第一 这个习派会非常有冲击 也是呢 就是从这个之前中美关系比较紧张 到这一次会面 为市场 或者说为整体的局势呢 带来了一个乐观的机会 港股从比如说上周五 收盘只有17,203点 去到今天差不多18,000点的这个水平 可惜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事情是好的 但是市场呢 还是可能已经长期 比较低迷一段时间 成交呢 并不是特别的配合 所以从最近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观察来说 北向资金 也就是说呢 外资经过香港 这个互联互通的机制 去交易A股的资金来看呢 外资似乎呢 就并没有 暂时并没有了 因为这个事件刺激到呢 有一个大额的流入 反而我们看到 比如说上周五到昨天 这个净买额呢 分别是48.64 就负的48.64亿 负的14.43亿 以及负21.09亿 也就是说呢 是这几天都是流出的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 现在表现比较好的 可能就是美国的大豆 以及波音的股价 但涨幅也是相对比较有限 我觉得市场呢 对于这个习外汇 还是没有充分的 去反映一个比较利好的因素 可能还是比较观望 想看到底就是 这个是这一次习败会带出来的 是一个短暂的中美关系的改善 还是能够根本的改变 或者说解决一些问题 那我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呢 也看到这一次习败会呢 其实之后第一 没有两国的一个联合声明 也没有看到呢 有安排习近平和拜登 做一个晚宴 就共计晚宴的这样一个安排 那所以呢 我自己相对来说 觉得投资者可能要审慎一些 那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有惊喜的 毕竟呢 这个有时候这些会面 可能是事先降低外界的这个预期 所以呢 投资者我觉得应该做两手准备了 尤其是今天已经呢 就是我们用刚股来说 已经去到17,900 18,000这个水平 还没有进场的朋友呢 我觉得不妨等一等 看一下这个会面的成果是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反映到股市身上了 到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跟进 如果说已经进场压住的朋友呢 我觉得也最好 现在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获利机会了 那可以先就是减轻一下仓位 获利一部分 然后呢 也是可以观望之后的结果 也防范了 就是市场呢 总是喜欢买消息 卖事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 嗯 所以啊 这个事件是非常好的 但是看到港股这边啊 已经是低迷了好一阵子了 可能很难 根据这个单一的事件 就可以完全扭转到市场的气氛啊 所以投资者在这方面的话 也要多加注意当中的一些风险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也是参加了这一次的 亚太经合组织财长非正式会议 也是介绍了香港当前的一些经济啊 还有金融的情况 那么说到这个金融的情况啊 受到外围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啊 政府日前也是下调了 全年的GDP增长预测 至到3.2% 是较8月复减时增长的 4%到5%的这么一个预测要低 所以大家就难免对此 要感到一些忧虑了 那么您觉得香港是否需要担忧啊 这个未来这个GDP增速的问题 按照外界现在普遍的预测呢 内地啊 明年进去增长也会低于今年 那么香港的情况也会是一样的吗 我想面对现在的这个环球经济的不紧 或者说不明朗吧 地缘政局风险也是 比起以前上升了不少 香港作为一个比较非常小 而且开放的一个经济体的话呢 面临挑战是必然的 也碰巧遇到就是美联储的加息 以及呢这个资本市场也就港股 虎身在这个周期当中比较低迷的时段 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容易了 香港的GDP增速呢也肯定会放缓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香港本身的一些产业 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成交 明显也是放缓了 包括东冲的地皮零入标 造成就是最近卖地 就是6度的流标 新盘就是这个认购 反应非常的一般 那昨天呢也看到一则消息 就是在香港东区的一个老牌物院 创了一个两房单位 只是卖出455万的一个低价成交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同类的单位在6月份 其实的成交价呢 是580到630万左右 那这个455万呢 是折价了至少两成 也比它现在 就是最近的这个银行估值 在650万左右呢 低估了三成左右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香港的这个情况 已经是比较明显 有这个放缓 甚至呢 可能经济成长 有机会贴近零的一个情况呢 外围又没有一个很明确 或者说明朗 我觉得本地的经济 就是在内地 如果这个增长放缓的话呢 非常大概率 明年也会放缓 那我觉得 如果啊 如果香港政府 可以去增加开支 推出一些逆周期措施的话呢 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对 就是这样香港的情况 嗯 那我们再想谈一下这个港交所啊 看到最近呢 港交所新政总裁 吴冠生的三年任期啊 是将要于明年5月约满了 那么董事局现在是正在研究 其的一个续聘与否的问题 而史美伦六年主席任期 也是会在明年4月就届满了 其实啊 这个是港交所上市20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 主席和行政总裁 两个关键人物 同时换人的一个局面 您会怎么来预判啊 这个港交所的一个最终决定 另外我们从股价方面来看 港交所今年是最低见过 就是在这个10月底的时候 出现过269块钱这么一个价格了 近期还有哪些因素 会对它年底的股价带来影响呢 那我综合了一下 就是目前市场的消息 就港交所的董事局 其实是在研究这个 是不是要拼任的一个问题 最快呢 会在10月就这个月 稍后的时间呢 在董事局会议上面会做出决定 那似乎呢 就是现在听起来 就是董事局的成员呢 对于欧冠生 就是过去两年半的表现呢 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一般来说呢 应该说 还是有机会考虑 给他一个相对短的合约 去避免这个情况出现 不过最终能的定案 还是要看 就是董事局最后的决定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不过并不是特别大 那我觉得更加多的就是 投资者会关心就港交所的股价 或者说港股的情况 我觉得无论是谁来当 这个董事和主席 整体来说第一港交所 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才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团队 去做不同的事情 但如果 所以短期之内呢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于这个营运来说 更重要的长远来说就是这个领导阶层是需要 去妥善理解 就港交所本身的一个定位 和这个战略的地位 同时呢可以落实到相关的政策 那这个呢我们还是需要时间去观察 就是日后的管理层 能不能为我们股民做到这个事情 而近期来看呢我们看到 比如说就是港交所 有推出了这个互换通 人币上 人币柜台 交易股票等等的一些基础的建设 已经落实了 那这个月呢也会推出这个数码化的 IPO平台 就结算平台 FINI 如果说美股港股就是能够走出一个 一般年底惯性的一个好的走势的话 那新股应该可以加快上市 对港交所的股价呢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自己看今年有希望去再挑战呢 就是下半年的高位330块这个水平的 好 今年还有希望挑战330块 这么一个年内的高水平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那么在最后说一下这个内地方面 看到内地是公布了10月金融数据之后 四大政权报的头版头条 都是刊发了文章 以及提及了降准 想请问一下您会怎么来看 年底前央行降准的一个迫切性和必要性 与近期的内地的这个密集的财政政策 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组合权吗 那么在年底的行情当中 这个A股会因此迎来一些跨年行情 我觉得这个目前去提及降准 是有一定的必要和迫切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13号公布出来的 就是10月份社会融资的一些数据 我们看到10月份新增人民币的这个贷款规模 社融规模都是保持比同比有一个增长 比如说社融规模就是增长到1.85万亿元 比起去年同期是多了9100多亿 那主要带动这个融资规模的呢 其实是政府债 政府债在10月份的这个涉容规模 是占了主导 就是这个增长的主导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说这么说 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政府债 或者说这个化债的这个需求 或者说这个进度呢 其实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资金的需求也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也要综合去考虑 目前就是土地财政收入 是比较难维持 要帮助到地方政府 去推进这个化债的工作 以及支持日后 可能因为一些财政政策 而需要做的发债的措施的话呢 其实降准是有一定的必要 和迫切性的 那关于就是这个组合权方面呢 我觉得也算是初步见到成效 主要是前阶段呢 可能这个力度好像不够 就市场就是觉得不够大 而且呢就是市场 对于财政政策的反应呢 其实相对是不是那么积极的 他们就市场比较希望 看到有一种大的资金投入的一种 就是这个对于货币政策 是不是那么明显 对于财政政策呢 是有比较高的期待 那最起码呢 我们看到A股从雪底 就是跌破3000点以后呢 现在已经明显回升 而比如说市场比较担心的这个内房 虽然说这个就是房地产的价格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 但是各项呢 比如说就是对于这个房改啊 以及内房本身的这个忧虑的情绪 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已经稳定下来 并且呢慢慢被市场消化 那所以我自己看呢 这个接下来可能就是在有货币政策 配合的前提之下呢 可以加大力度去推出一些财政政策 中美关系的改善 可能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最新公布的CPI 似乎呢也是低于预期 那如果外围的这个货币政策 或者说外围的经济环境 因为通胀已经慢慢消退 可以有一个降息 或者说自己没有那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对于无论是全球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 都有一个呢比较好的曙光 那所以我想A股 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在 这个月里面发生的话呢 12月A股的表现 还是比较可以期待的 12月的行情还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在之前啊 这个财政政策啊 可能对市场来说 力度稍显不够啊 那么现在如果要降准的话 也希望会在财政政策上面啊 来啊就是更加的精准的 更加的大力的 向市场投放一些利好消息啊 这样可能会给A股 迎来一个更好的念地行情了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啊 钟俊强先生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点评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